这是一个婚礼现场 台上的两个性感美女正在热舞 妖娆的舞姿 让台下的男人们发出阵阵尖叫 若隐若现的白衬衫和小热裤的她 就是新娘的妹妹 毫不吝啬地展现身材的两人 宛如大家的女神一般 婚礼结束后 妹妹和姐姐姐夫开心合影 抱住从小一起长大的姐姐 妹妹心中万般不舍 姐姐一脸宠溺 让她赶紧也找个人嫁了 姐夫是个好人 自己一定会幸福的 妹妹一把勾住姐夫 威胁她 如果让姐姐有半点不开心 她绝对会让她死得很惨 妹妹开了家心理诊疗所 和她热舞的外国女孩是她同事 因为两人的美貌和身材 每天来看病的男人都会排挤长队 毕竟能和如此火辣的女子同处一室 光是浮想联翩就够了 妹妹的副业是杂志模特 光是化个妆都会被摄影师开油 不过她也不会忍气吞声 该出手时就出手 摄影师之所以也能容忍 其实也还是妹妹的业务能力过硬 根本不需要过多的调教 拍出来的照片 张张都能让人喷鼻血 周末 妹妹去姐姐家吃饭 身为小姨子 她却忘了和身为男人的姐夫保持距离 姐夫倒也是求之不得 丝毫不顾及自己有父之父的身份 这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们俩才是两口子呢 酒足饭饱后 姐夫竟然无视姐姐的存在 把穿着小短裤就醉倒的小姨子 抱进了卧室 看着小姨子微醺的面容 和凹凸有致的身材 在那一刻 姐夫的眼睛都开始不自觉的偷瞟了 要不是姐姐及时喊姐夫 这也怕是要出事 对于自己如此出格的举动 姐夫也是十分懊恼 晚上 姐夫忽然就不能按时叫作业了 她只能以工作太忙 心情不好为由 搪塞了过去 虽然很委屈 但姐姐也不好说什么 因为事业做得风生水起 有记者来采访妹妹 声称要帮她宣传 问了一堆乱七八糟的问题 被惹恼的妹妹 最后直接将合约扔进了垃圾桶 表示自己从不缺客户 如果是来八卦的 那出门左转吧 临走时还不忘告诉那个女记者 要如何聊汉 笑得女记者一脸尴尬的 赶紧起身逃走 姐姐这时来到了她的治疗所 妹妹感到十分疑惑 难道姐姐遇到什么难关吗 果然姐姐欲言又止 在她的在山追问下 这才说出 其实是为了姐夫的性功能障碍来的 得知自己要去看心理医生 姐夫当时就差点暴走 直言自己只不过是工作压力大 何必这么大惊小怪 姐姐唯唯诺诺的表示 心理压力大 更要看心理医生 就在两口子争执不休时 妹妹过来了 毕竟是一家人 妹妹直接就上门 做起了诊疗服务 姐夫躺在沙发上 在妹妹的催眠下 开始了治疗 但姐夫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 并不想被催眠 妹妹坚持要先催眠 毕竟心理诊疗 必须要先了解病人的内心世界 好对症下药 很快 姐夫就进入了梦境 里面出现频率最高的人 竟然是妹妹 在她的梦境中 对妹妹充满了求而不得的渴望 得知姐夫竟然是对自己 抱有非分之想 才忽视了姐姐 妹妹担心的望向了 还毫不知情的姐姐 这件事 一度让妹妹不知所措起来 犹豫纠结了半夜后 妹妹决定 先把姐夫单独约出来 但还不知道 小姨子已经知道了 自己脑中的想法 似乎很害怕和她独处 刚坐下就借口要走 妹妹毫不避讳的 坦白了她所知道的 但她祈求姐夫 就算她脑中想着别的女人 也请对姐姐要好一点 心怀愧疚的姐夫 晚上回家 果然就按时交作业了 不过姐姐不知道的是 全程她脑子里想的 其实都是性感夭扰的小姨子 第二天 姐夫以加班为由 偷偷去了小姨子的诊疗所 睡梦中 依然是和小姨子的缠绵现场 晚上 姐夫再次半途而废 却把气洒在了姐姐身上 满腹委屈的姐姐 不得不又找到了妹妹 她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就对丈夫 没了吸引力 姐姐恳求妹妹 无论如何 希望她可以治好姐夫 只要两人夫妻之事和谐了 一定可以找到曾经的美好 如果再这么下去 他们或许连离婚也不远了 妹妹抱着伤心流泪的姐姐 暗下决心 是不是一定要自己亲自出场 才能解开姐夫心结呢 但如此一来 自己又背叛了姐姐 从此背负骂名 在她的治疗概念里 只有愿望实现了 才不会惦记 在第二天对姐夫的治疗过程中 妹妹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将诊疗方案给了她 看着小姨子要亲自治好自己 这一下轮到姐夫不知所措了 一个人喝起了闷酒 喝得醉醺醺 走到家门口时 妹妹将她叫上了车 妹妹坦言 人不能控制的问题 那就想办法去解决她 就在姐夫一脸愁容时 姐姐下楼看到了她俩 妹妹只好谎称 顺路带她过来 又以加班为由离开了 第二天 姐夫经过这几天的犹豫 决定冒险一事 妹妹也不顾同事的反对 毅然决定这么做 她相信 只要满足了姐夫的心愿 她就能重回姐姐身边 两人来到一个公共厕所 姐夫一脸怂样的跟在身后 关上门后 妹妹开始主动出击 面对小姨子的宽衣解带 姐夫的内心小路开始乱撞 妹妹再次叮嘱她 心病一旦去除 两人就分道扬镳 如此良辰美景 姐夫终于控制不住 开始上下其手 因为是公厕 为了避免让外人听到动静 两人算是好好感受了一波 偷心的快乐 此后 在妹妹的诊疗所里 两人的快乐也在继续 因为面对的是自己的梦中女神 姐夫也头一次知道 自己的持续力原来可以这么长 截至 这种越轨的举动 却扰乱了妹妹的心智 她开始频频在诊疗途中分神 甚至提前下班 就为了和姐夫在野外的引擎盖上happy 一番大战后 妹妹靠在姐夫的肩头 姐夫直言 自己确实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 但妹妹却心事重重 原来她竟然爱上了姐夫 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 妹妹决定及时抽身 将姐夫还给姐姐 姐夫拿出一枚戒指送给她 妹妹起身离开 将手势盒一把扔在了地上 但其实 她早已被这姐夫将戒指留了下来 这天是妹妹的生日 姐姐准备了蛋糕和礼物 得知丈夫在妹妹的治疗下 已经有了显著好转 姐姐的一颗心 这才放了下来 晚上 妹妹就住在了姐姐家 却辗转反侧 难以入眠 于是起身喝水 来缓解内心欲祸 谁知同样没有睡着的姐夫 也走了出来 四目相对的那一刻 两人的气氛有些尴尬 姐夫没有吭声 转身离开 妹妹却一把抱住了她 面对小姨子的深情告白 姐夫转身拥她入怀 明明嘴里说着就此作罢 姐夫却不由自主的进了她的房间 甚至直接闯进了浴室 如此的一丝不挂 自然是要做点实事了 并没有睡着的姐姐 听着隔壁的动静 只能暗暗流泪 第二天一早 姐姐六神无主的 扯着花朵的花瓣 甚至用冰块 让自己保持冷静 最终 无法接受这一切的她 还是拉着行李离开了家 醒来的妹妹 看到姐姐留下的字条 顿时明白了一切 姐姐从小将她带大 什么都让着她 没想到成年后 竟然连丈夫都让给了她 回想起从小到大 姐姐对自己的爱护 妹妹后悔万分 妹妹立刻开车追了出去 在电话中 向姐姐表达了忏悔 她一开始 确实是想帮姐姐重寻幸福 却在可怕的欲望下 做了这么多 伤害姐姐的措施 还把当初留下的那枚戒指 丢出了车窗外 几天后 妹妹将姐夫 带到一个化妆舞会 交给她一个面具 让她进去寻找自己的内心 一头雾水的姐夫 懵懵懂懂的就走了进去 并面宛如海天盛宴的现场一般 哪见过这一场面的姐夫 只能靠喝酒来掩饰尴尬 这时 一个红衣的曼妙女子 缓步走来 拉着姐夫就往里屋走去 面对如此美女的引诱 姐夫开始把持不住 在撞破好几个香烟现场后 两人开始了放飞自我 姐夫的表现也是相当不错 大战过后 姐夫接下了女孩的面具 竟然是姐姐 原来 当天妹妹追到姐姐后 在自己泪如雨下的忏悔中 两姐妹和好如初 并和同事一起 开始了对姐姐的改造 带她护肤 美容 为她挑选更衬托妻子的衣服 如此改头换面的姐姐 自然就让姐夫重振雄风 此时的姐夫也向妻子表达了歉意 后悔自己当初和小姨子的所作所为 画面一转 姐姐和姐夫和好如初 大家其乐融融地吃起了饭 一家三口没羞没臊的过起了幸福生活 姐姐也向众人宣布了自己怀孕的好消息 姐夫再要是敢对小姨子心怀不轨 小姨子可是会打手哦 作为一部韩国限制级电影而言 能让如此崩坏三观的剧情 最后还能回归到姐妹情深 姐夫幻想治愈 编剧也真是厉害了 撇开整容脸部说 小姨子的身材皮肤确实好得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泡面 咱们下期再见